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摄影家的灵敏 的确在非电子相机时代 特别是没有电子曝光的辅助下 一个完全基建型的小相机 又拍出一个瞬间即逝的场面 又拍出相当的清晰度很考人 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说的摄影家很像一个猎人 布列宗就认为自己是诚实的猎人 这是布列宗说的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像布列宗这种他在利用人们对这个决定性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在上面其实进行一种就是反向的一种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角度 就是说他最后的成品让我们觉得这是摄影 对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甚至认为他们伪装成摄影 对 对一般人来讲 哦这是摄影所以我们才说去服务摄影家 但我为什么一直想到不是呢 他是一个这个过程必须让 综合考虑成为他复杂度提 远远提升 对 我们通过他的结果 我们可以回溯他的过去 他的创作的过程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回溯他的创作过程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他才能达成他的目标就是说他在这个所谓的摄影当中传到的信息是超出的照片表面的内容的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导致观众在看照片的时候要有更深的知识背景哦或者更深入的了解哦 对对因为他是读艺术史出身的嘛 他的本科到硕士甚至在伦敦读的博士也是艺术史所以他本身对于研究古典绘画就好像一个侦探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他在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时候他等于也是同样用这种方法是对付啊看他的观众啊希望观众去去去去发现他的里面所隐藏的很多东西很多机关在里面 这是我认为这是我认为这是图像艺术家的魅力的嗯 就他让一般人觉得一般 对对他让内行的人觉得 可怕有生动 对对对对对 是吧 他伪造了一个摄影的假象 而且他用的就是摄影的工具但是他们对传统图像的构成非常熟悉 的情况下 他们其实用这么一种工具 来 传达他们的研究 或者他们的想法 嗯 我觉得这个解释应该是 非常 非常 比较贴切的 是吧 这也是摄影 这个工具 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且我还提醒大家 摄影发力 摄影这个工具发力或者是摄影越来越往我们所认为的艺术领域靠 或者有人用摄影作为一个载体作为一个媒介工作的同时也是电影录像发展的过程 对对对 就是说当摄影发明后来转向电影 转向录像 的这个过程中 摄影也开始往 上去复活这样的图像思考的方式在发展 而在这个时候 这些图像艺术家又恰恰手做了摄影这个工具的保守性 嗯 因为我发现很多非常非常著名的图像艺术家 他们并不拍视频 嗯 或者拍视频 他们也有一个基于自己原先工作习惯的考虑 我没有做过调查 只是很主观的判断 嗯 但是这两者肯定有关系的 就是说电影的发展 录像的发展 电视的发展 到最后数码技术的发展 一定是有关系的 嗯 这些因素出现以后 既带来新的载体 带来新的操作和工作方式 但是也对似乎比这些方式更旧的方式的一种保守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这些以摄影为媒介的这些图像艺术家 他们现在在对待摄影的问题上 又呈现了一种很奇特的保守态度 嗯 这是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一个录像艺术家不会拍精致的照片 嗯 一个对于照片的质地有非常高的专业要求的人 他绝不会同意自己轻率的画像录像 嗯 嗯 嗯 这里边呢就可以彰显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价值和技术的矛盾 嗯 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前卫艺术家 一个先锋的艺术家 一个往前冲的艺术家 他什么都往前冲 我发现 当一个艺术家在某一方面往前冲的时候 他在另外一方面 他其实往后走的 嗯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询问 师傅 你为什么不拍录像啊 你不搞录像艺术啊 你今天为什么不搞数字艺术 哈哈哈 对 对 你只要敢一问 他可能非常生气的眼睛瞪着你 因为你是个无法对话的智商很麻烦的 哈哈哈 对对对 其实其实 嗯 因为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们在啊 呃 查找各方面的资料的时候 发现啊 呃 其实在 他读硕士的时候啊 嗯 六九年的时候就已经啊 做一个展览呢 其实是 更像是当时比比较啊 怎么说呢 比较时髦的这个 观念艺术啊 他写了一个这么厚的 一个本子 这个本子呢 看起来呢 像那个 呃 剧本一样 然后呢 中间呢 插了一些图片 啊 这个看起来呢 像一个就是很 很很散乱的一个 非叙事性的一个剧本 然后呢 他把整个剧本就是 当做他的一个作品 啊 可以看出来 当时其实他也蛮受那个观念艺术的影响 但是他 后来就 完完全全的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做法 而转向了摄影 然后也有其他文献就说到 其实当时他们 啊 跟啊 就是温哥华学派很要好的那几个人啊 一起当时是想拍电影的 但是电影没拍成 然后就发现 哎 这个用电影拍 这个这个搭景啊 这些方式 啊 还是很有作用 然后就利用了这个 就拍照片 就拍成了他的作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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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动的经历非常有意思 他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其实艺术家和工具之间是个互动过程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不能想 就是我们不能做一个主观判断 说一个所谓的先锋艺术家 叫做最先锋的材体 现在相反 一个艺术家他对载体很敏感 那这个敏感跟载体本身是否先锋 没关系的 嗯哼 还在于这个载体的形式 对于艺术家的这个思考的刺激 能不能呼应起来 对对对 能不能彼此激活 能不能彼此激活 一旦激活以后 一个成熟的艺术家 他就会以某种载体为他的对象 要维持很长时间 不是说你想拍电影就拍电影 也想拍照片再拍照 他想干嘛就干嘛 那么一个艺术家在早期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这是我们做艺术史研究 或者个案研究的一个 乐趣所在 就是看他怎么样去 经过这么反反复复 就寻找到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方式 对对对 这个是有意思的过程 对对 因为每一个摄影 每一个艺术家都是这样的 像您说到这个话 我就想起这两天 就是很多人来看 Jeff Ward的展览的时候 就会问起 说他这个灯箱 他的那个光 用的是不是LED 我说不是 他还是延续了这个 20年前的这个 这个用灯管的技术 他都没有改用这个LED 还是原来的方式 然后那个 现在不是都可以做的很薄的 LED的 对对对 但他还是用那个 又厚又大的一个箱子去呈现 所以好像您刚才所说的 其实他的变化就会很少 而且他也会考虑 他不会追时毛说 现在大家都换LED了 我就换LED 他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他对某种效果有一种固执的想象 所以 所以 其实我们了解这个创作过程 对艺术家做这种个案研究 其实就是寻找 一个艺术家的这种 风格的内部的张力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我们不能套用一种 世间流行的概念去套用这个艺术家 他真的跟他的个性没有关系 他就往前走的 现象 也有往后走的现象 既有打破传统的举动 也有非常难得的 或者非常难以想象的 固守某一种传统的行为 这样才构成一个复杂 所以复杂的艺术现象 所以艺术家个体其实挺复杂的 越成功的 或者越知名的艺术家 严格来讲 他应该越复杂 越不能够用简单的概念套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就要做某种偏个案的研究 而不得一概论 论知 尤其不能用大概链 这个叫 现代主义 那个叫观念艺术 我越来越发现 很多概念都是很麻烦 对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 但是我们 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 面对个案 面对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 所以他的经历和他的创作的思想 会给我们很多新鲜的启发 只要我们不要用概念套过去 嗯嗯嗯嗯嗯嗯嗯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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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